世界童话名著连环画 美国 怀特 夏洛的网 春天 爱拉伯尔家的母猪产下六只小猪 它们中有一只特别瘦弱 爱拉伯尔准备宰了它 被八岁的女儿分夺住了斧子 父亲见女儿满含执拗的眼泪 慈爱的让步了 好吧 一会儿 我把小猪带来 有你喂养 那时候 你就知道 小瘦猪有多难养呢 半小时候 爱拉伯尔先生抱来一只大盒子对分说 好女儿 你及时救了它 它算是你的了 分打开盒盖 见一只新生的小白猪正抬头望着它 早晨的阳光把他的耳朵照成了粉红色 一分钟后 分把他的娃娃抱在膝上 用奶瓶浇他膝 猪虽小 却很快学会了吃奶 分上学去 他坐在校车里呆望窗外 世界多美好 他竟有照管一头猪的全部权利 校车到达学校时 他已经给小猪选定一个他认为最漂亮的名字 叫微博 老师问他 分 宾州的首府是什么地方 他竟出神的回答 微博 引得孩子们痴痴地笑了起来 分爱微博 他抚摸他 喂他 送他上床 微博先是住在厨房靠炉灶的木箱里 两星期后 天气转暖 他就住在一棵苹果树下的大木箱里 有时 分去西边游泳 他就跟到西边 在烂泥中打滚 又暖 又湿 又黏 又滑的烂泥 使他十分开心 日子过得天天快乐 夜夜平安 微博长大了 爱拉伯尔要卖掉他 爱拉伯尔太太对分说 你给查克曼家去个电话 你舅舅和马查克曼有时也养猪 要是微博去他家 你可以随时去看望了 分接受了妈妈的意见 不久和马用六块钱的便宜价格 将微博买了去 微博来到查克曼家 住在古仓地窖的干牛粪堆里 地窖方向朝南 既暖和又舒适 分几乎每天下午都来这里 坐在栏外一张挤奶的凳子上 静静地梦想着 听着 看着微博 住在仓房里的羊 俄和所有的家勤家畜都认识了他 信赖他 这是微博很高兴 六月里 微博快长到两个月了 一天 栏杆外一只鹅结结巴巴地说 你用不着 用不着待在那个小脏院子里 有一块蓝板是松的 推 推 推开它 外面可真美啊 微博一听 把蓝板推开 从蓝板缝中挤了出来 站在院子的长草中 鹅咯咯地笑了 微博向果园走去 他在一棵苹果树下 用鼻子欢快地推 挖 拱 忽然在厨房里的查克曼太太看到了这一切 就喊叫查克曼和故宫篮尾去追捕微博 长毛西班牙狗也参加了追逐队伍 母鹅给农场的禽兽世界成员报告了微博逃跑的消息后 大家来给他助威 微博开始被追得惊呆了 乌乌地哭了起来 继而见查克曼先生提着食料 轻轻敲着筒鞭 来吃啊 小猪 他翘起鼻子一闻 味道美极了 查克曼先生把食料倒进食槽 微博跟进去 开始大吃大喝 别上当 你会丧失自由 母鹅大着嗓门叫 可微博不听 只管吃喝 微博一觉睡醒 见灰蒙蒙的天犀利犀利地下着雨 唉 天下雨 分不会来了 仓里没个真正的朋友 太乏味了 他请求和母鹅一起玩 母鹅再孵蛋不能来 小羊看不起他 不愿和他玩 他又要老鼠玩 老鼠只愿把时间花再吃 咬上 也不来 他哭了起来 黑暗笼罩了一切 突然 传来一个细小而悦耳的声音 微博 你要一个朋友吗 我已经观察你一整天了 我喜欢你 愿意做你的朋友 可是我看不见你 微博说着蹦跳了起来 你是谁 在哪里 我就在上面 睡觉吧 早上 让你会看见我的 那声音说 黎明 淡淡的晨光从窗里钻进来 微博里里外外找了一遍 不见要找的朋友 只得说 请昨晚上跟我攀谈的那位先生或小姐跟我打个招呼 以便会面 致敬 微博听到这微弱悦耳的两个字跳了起来 您在什么地方 您向门框的上角看 我在织网 微博终于看到了一张大蜘蛛网 在网的高处是个像棒糖那么大的大灰蜘蛛 他的八条腿此刻正向微博挥着其中一条 哦 看见了 你好吗 早晨好 请问尊姓大名 微博高兴地问着 我叫夏洛爱卡瓦提加 您就叫我夏洛好了 蜘蛛鱼快递自我介绍 农场上的初夏是一年中最快乐 最美丽的季节 学校放假了 分几乎每天来仓房 羊躺在他脚边 所有动物都把他当作同类看待 初夏是忙碌的季节 甘草运到骨仓 仓房成了长岁草和牧续的可爱草田 初夏也是鸟的欢乐季节 它们欢爱 歌唱 造巢和孵卵 一天 分正陪微博玩 一只老羊走来 他望望微博叹口气说 你胖了 你知道人们把你喂胖的原因吗 是要杀掉你 把你变成熏咸肉 火腿 圣诞节快到了 微博一听嚎叫道 我可不要死 分正要跳起来 夏洛镇静地说 老羊说的是真话 不过 我要救你 星期日爱拉伯尔夫妇和女儿分 儿子阿问在吃早点 分数说了骨仓里发生的一切 还学着动物们的对话 当孩子离开屋子时 爱拉伯尔太太对丈夫说 动物是不会说话的 他有点不正常呢 爱拉伯尔先生笑道 也许我们的耳朵没有分那么间 一天下午 分座在凳上听微博和夏洛攀谈 夏洛 你腿上毛针多 我的腿上长毛是有道理的 此外我每条腿都有七节 微博看看自己的胖腿 说我的腿就没有七节 唉你用不着织网 织网要靠腿弓 我也练练织网 微博跳向空中 接着重虫摔了一跤 夏洛和分都哈哈大笑 微博再想试一次 他向老鼠弹波顿借了条绳子 一端细柱尾巴 爬上牛粪堆 一鼓作气跳向空中 砰 又掉在地上 痛得他眼泪汪汪 谭波顿咧嘴笑着 夏洛没笑 安慰他说 你没有私囊 别学了 微博听话地躺下身来说 今晚上很美 暮色中 仓房一片太平气氛 分池池舍不得离开 燕子静静地飞去又飞回 为孩子们寻食 微博突然又记起老杨的话 死得恐怖涌上心头 夏洛 我不想死 我喜欢这儿的一切 你当然不会死 我正在想办法 你放心睡觉吧 夏天过去了一半 夏洛倒挂着身子拼命想主意 忽然他自言自语 只要在查克曼先生身上打主意 我能捉弄虫子 想必也能捉弄人 微博走过来 问夏洛在想什么 我正在想 人们很愚蠢 容易受骗 微博躺下来睡了 夏洛藤爱地瞧他 为他筹划着将来 这天 分和哥哥哥阿问懒洋洋地走向猪圈 阿问看到蜘蛛网惊奇地说 嘿 看那个大蜘蛛 我要把它捉住 放到盒子里完 说完 他把糖果盒子打开 随手捡起一条木棍 跨上猪篮 阿问 助手 分教道 微博吓得不能动弹 阿问忽然失去平衡 摔在微博的石槽边沿上 阿问摔痛了 一面提哭 一面跑出去了 夏洛看阿问离开才放下心来 那真是死里逃生 夜里 夏洛下降到网中央 从那开始切断某些丝线 动物都睡了 他却不断工作 夏洛把他的网拆除一块 在中间留了空隙 然后他再拆去的部分重新知了些什么 老鼠谈波顿半夜从垃圾堆回来时 夏洛仍在工作 第二天早晨有雾 夏洛的网在天光下亮闪闪的 显出一个可爱的神秘图案 送猪时来的蓝尾像这张漂亮的网一瞧 剑往中央整整齐齐的支着两个大字 好猪 他两腿发软 用手揉揉眼睛说 我见鬼了 他慌忙去向查克曼先生报告 查克曼先生在夏洛的网下喃喃地念着 好猪 他望望篮尾 两个人吓得都颤抖起来 夏洛辛苦了一夜很瞌睡 但望着这两个人 不由地露出了微笑 微博走来 正好站在网下 查克曼太太说 我们有了一头不寻常的猪 看 他的肩膀有多结实 查克曼家有一口神猪的消息传开了 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微博的猪篮前 赞美这头神奇的动物 蓝尾当众表演喂猪 分支到夏洛的计划生效 微博的生命有救了很高兴 但仓房人太多 远不及以前和动物们单独在一起时那么有趣 晚上 夏洛召集动物们开会 除了老鼠 大家都到齐了 夏洛说 我写在网上称赞微博的字已经生效 可我的网需要新字 谁有好主意 特等好猪怎样 一只小羊问 不好 太像拍卖猪肉 结 结 结出 怎么样 母鹅说 好 夏洛点着头 大家请来老羊和老鼠谈波顿 去垃圾堆找旧杂志广告来参考 让它送命 我才不在乎 老鼠嚷道 微博的食料是你伙食的主要来源 微博一死 你的胃也会变透明的 谭波顿胡子抖动一阵 终于同意了 深夜里 其他动物都睡着了 夏洛还在织网 现在 先写一个目字 夏洛自言自语 爬到网的左上角 他给丝囊安好方位 放出丝来 他在另一头把丝粘住 切断 这样 一笔完成 现在再写四点 然后 他又写了出字 直到完成工作后才躺下睡觉 次日早晨 微博站在网下 送早餐来的蓝尾看见网上支的杰出两字 赶忙去报告查克曼先生 奇迹 奇迹 他们打电话告诉亲友 查克曼先生瞪着网上两个字说 全州的猪没有一只像我们的猪这样杰出 我要打电话给美洲记事报的记者 新闻传开了 看过微博是好猪的人 现在又回来看杰出 蓝尾 此后 我要微博每天睡新鲜的甘草 我决定带他去参加9月6日献礼的比赛 你造一只大木箱 七成绿色 写上金字 查克曼先生吩咐道 金字写什么 蓝尾问 写上 查克曼的明珠 谭波顿从垃圾堆里拖来一些纸片给夏洛看 这广告 香脆枝在网上怎么样 糟糕透了 这会让人把微博想成一道美味 谭波顿又拿出一张衬衣上的广告写着 欲缩这也不行 微博很丰满 不瘦也不缩 谭波顿又拿过一张肥皂粉广告 广告上写着 光洁行动 夏洛把微博从睡梦中叫醒 跑跑看 我要你行动 决定是否光洁 微博跑了起来 倒翻身带半转身 夏洛叫着 微博倒翻身一边扭着 转着 好了 你是只好小猪 也够得上光洁 这件事我要做到底 夏洛信心十足地说 微博蹦跳的泪倒在甘草上 分静静地坐着望他 夏洛给我讲个故事 微博请求说 夏洛给微博讲了一个美丽的表姐 用死亡捕鱼的故事 最后还唱了一支歌 睡吧 睡吧 我的唯一的爱 沉睡在粪土和黑暗中 歌声还没停 微博已呼呼入睡 爱拉伯尔太太拜访了杜林医师 我担心分不正常 她听古仓里的动物讲话 一坐几小时 据她说一只猪叫微博 一只网上能知字的蜘蛛叫夏洛 医生说不用担心 孩子比成人更注意动物 让她跟这些朋友往来吧 长大了 她会有新朋友的 蟋蟀们在草丛中围夏天的末日唱着凄凉的歌 夏天完了 再见 夏天 大家都听见了蟋蟀的歌唱 阿问何分听到了 知道学校不久要开学 蓝尾在赶造木箱 听歌声知道该挖土豆了 一棵枫树听见了 浑身变成鲜红色 动物们听见了 都忙起过冬前的事 县里赶集的日子快到了 微博盼着能在集上大显身手 那样查克曼先生才会让他活下去 一天微博问 夏洛 你跟我一起去集市吗 夏洛委婉地说 我最好待在家里 我到了灶囊圣子的时候了 为什么不跟我到赶集地方下子呢 那多有趣 微博苦苦哀求 夏洛把他的网扯了一下 心事重重地看他抖动 我怕不行 我不能为了赶集把家庭责任重新安排 可我不愿你为我担心 只要可能 我就去 好极了 微博整整一天陪着夏洛待在窝里 夏洛知道 几天后 他就要去造一个美丽的圣子小囊 赶集那天 爱拉伯尔家热闹非凡 蓝尾把新鲜干草装进微博的箱内 把箱子放进猪圈 箱子是绿的 自是金的 查克曼的明珠 查克曼太太突然说 我要给微博洗个酸奶枣 查克曼太太爬进猪圈开始给微博洗酸奶枣 大鹅 小鹅 大羊 小羊都来看热闹 连弹波顿也小心翼翼的探出头来看着 夏洛沿着一条大粗线降下来 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些 微博一动不动 他张开嘴 有些牛奶流进嘴里 他觉得焕发 高兴 微博变成一头最清洁漂亮的猪 他皮毛唇白 耳边和鼻子成淡红色 全身像绸缎般光滑 夏洛突然决定跟着去 还建议谭波顿也去帮忙 老鼠先是不肯 经老羊提醒 集市上有丰富的食物 才答应前去 卡车来了 停在猪圈旁 微博走进了那只绿箱子 这时候 夏洛乔乔葬葬到了绿箱子板上的一个小洞里 老鼠谭波顿也躲进了绿箱子 谁也没发现他们 大家只是起口称赞微博的漂亮 无论如何 查克曼太太说 他很干净 那酸奶真是有用 箱子被抬上卡车 开进了集市 悦耳的音乐声 喷香的烤牛肉饼 为使人陶醉 爱拉伯尔太太给分和阿问一些零用钱 再三交代他们注意安全 爱拉伯尔望着奔向转木马方向的孩子说 他们总有一天要长大的 我想集市是个开始成长的好地方 微博被赶进新猪圈 很多人围上来看查克曼的明珠 夏洛趁人不注意 从木箱中爬出来 爬上一根竹子 谭波顿不愿白天露面 静静地待在箱底的草里 查克曼先生在木草里倒了些酸奶 就和太太 爱拉伯尔夫妇去看纯种牛了 蓝伟则独自去游戏场散心 夏洛对微博说 隔壁有头猪 其大无比呢 说完 严良一直爬到隔壁猪圈上空 他用丝把自己放下去 落在那头猪的鼻子前面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有礼貌地问 那猪瞪着他 没有名字 就叫我伯伯好了 夏洛爬回微博一边 他叫伯伯 个子比你大 可是他的品格不高 俗不可耐 他还没你干净 也没有你的愉快性格 有我帮助 你会成功的 微博看到夏洛很臃肿 不安地说 也许你织个网 捉几只苍蝇会觉得好些 也许 他疲惫地回答 中午天气十分炎热 查克曼夫妇和爱拉伯尔一家 回到猪圈旁 分在吃玉米糖爆花 碧弯里带来一个猴娃娃 阿问在吃冰糖苹果 一个气球系在耳朵上 他们一个个爬上卡车 打开午餐盒 蓝尾带了他迎来的一条印第安毛毯 在车上搭了个小帐篷 供大家休息 傍晚 谭波顿从木箱里钻出来 用鼻子侦查美味 他在牛棚后面找到一张叠着的报纸 把包着的一脚火腿泥三明治 一小片瑞士干裤 一块煮蛋 一个长虫的苹果和桶桶吃掉 然后把报纸带给夏洛 谦虚 夏洛念着报纸上的字 好极了 天色已晚 爱拉伯尔一家坐卡车回家了 夏洛还在工作 他知完了 谦虚两字整齐的知在当中 过了一会 微博问 夏洛 你在做什么 我在做一件东西 是给我的吗 不 这次是给我自己的 微博又问 是什么东西 夏洛说 明天早上告诉你 晨曦中 微博醒来了 他发现夏洛一夜间身子缩小了 在他身旁 有一件像囊带 或一个大简式的桃红色东西 粘在天花板上 夏洛 那漂亮东西是什么 是我的子囊 里面有514例子 夏洛 你真会有514个孩子 是的 明年春天才出来 不过 我觉得很不舒服 微博 我不能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夏洛伤心地说 过了一会 他强打精神说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看我的网 夏洛的网今天格外好看 每条线上沾着几十颗露珠 阳光一照格外清楚 由人鱼灌而过 读上面的字 看着微博 惊叹这一奇迹 谭波顿出现了 他倒在角落里 这一夜真过瘾 我大概吃了三十克剩午餐呢 老鼠比平时 胀大了一倍 微博说 谭波顿 下落有了514例子 他要做母亲了呢 恭喜 这真是伟大的一夜 谭波顿说完 堕入了梦乡 九点钟 爱拉伯尔一家 发现猪网奇迹又重演了 分手先叫道 看 下落的网 看上面什么字 查克曼先生走近一看 谦虚 这不正是微博麻 微博充满爱意地仰望着他们 谦虚而感激 分对下落眨着眼 蓝尾为猪食时 还用一根光滑的 棒骚微博的背 忽然 阿问跑过来 指着钉在隔壁猪圈上的蓝断带说 看 那只猪已经赢了第一奖 大家先是对断带发呆 继而 查克曼太太哭了 蓝尾也拿出一条大手帕醒着鼻子 分的眼里充满了泪水 大家哭什么 动手啊 把酸牛奶拿来给猪洗澡 查克曼先生喊着 阿问把酸牛奶倒在微博的头上 背上 查克曼夫妇慢慢地揉着 过路人停下来观看 一个说 他没有隔壁的猪大 但他干净 我喜欢 一个女人念着网上的字说 他也很谦虚 每个到猪圈来的都说微博的好话 赞赏那网 但没人注意下落 广播响了 注意 请和马查克曼先生带他的明珠到大看台前 二十分钟内要颁发一个特等奖 欢迎大家参观领奖 查克曼和爱拉伯尔家的人有几分钟不能说话和动弹 蓝尾突然捡起干草 扔到空中 风叫一声后吻着微博 其他的人也激动地互相拥抱亲吻 微博的箱子被卸在领奖台前的特别裁判圈内 谭波顿从木箱里伸出头来偷偷看热闹 扩音器里又在赞扬微博的杰出和谦虚 还宣布赠给查克曼先生特别奖金二十五元和漂亮的青铜 奖章一枚 上面刻着对猪感激的语言 在冗长的恭维演说中 微博越来越头晕 终于昏了过去 猪出了毛病吗 我们不能把奖品颁给一头死猪 扩音器里说 没什么 他太谦虚 是受不了夸奖 查克曼先生辩解说 谭波顿探出头看到微博的尾巴 咧嘴在猪尾巴上拼命咬了一口 微博痛得站了起来 裁判员给查克曼发奖金 把奖章挂在微博脖子上 一片贺彩声和照相机的咔嚓声 为微博晕倒而去拎水的篮尾 将一桶水泼向微博 没瞄准 结果把水全泼在查克曼先生和阿问身上 观众大笑 阿问趁机玩起小丑洗淋浴的把戏来 下落 你一动不动的 是不舒服吗 有点二累 微博 你的未来有了保障 可以安安稳稳活下去了 我很高兴 微博流着泪水说 你为什么替我做这些事呢 你是我的朋友 有意本身就是见了不起的东西 我没法跟你回去了 一二天内我就会死去 下落低声说 微博听到这话 倒在地上痛哭 下落 要是你留在这儿我也留下来了 别傻了 你不能待在这儿 这块广场不久就会变得空荡荡的了 下落微弱地说着 微博绕着猪圈乱跑 突然他有了个主意 他想到纳紫囊 如果下落不能回去 起码也该让他把他的孩子带回去 微博慌忙将谭波顿从草堆里拱向半空中 老鼠被拱醒了 听我说 下落活不多久 不能一起回家了 我得把他的子囊带回去 我够不着 人们就要来了 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了 请你上去取一下 谭波顿听了 咧嘴笑笑 头一歪 不肯合作 忽然 微博想起了谭波顿贪吃 他说 你取下下落的子囊 从此 蓝维给我倒下食料 你可以先吃 你不吃够 我可绝不碰一下 当真 老鼠眼睛发亮 跳了起来 当真 我发誓 好 一言为定 谭波顿说完爬上房顶取下了子囊 放在微博面前 微博被推进了木箱 谭波顿也躲了进去 微博小心翼翼的把子囊咸在嘴里 放在舌面上 他不能再开口了 他抬头望着下落 对他眨了眨眼 再见 他低声说 运用全身力气 挥动一只前脚向他道别 下落永远不再挪动了 次日 赛跑的马装进了棚车 由一场的主人们收拾好行李离开了 不久 广场上变得空空荡荡 满地是空瓶和垃圾 显得很荒凉 这时 下落死了 附会的数百人中没有一个知道 会上最重要的角色曾是一个蜘蛛 他死时无人在旁 微博回到地窖里 他把下落的子囊放在一个安全角落里 用自己的呼吸温暖他 他的奖章被查克曼先生挂在珠篮那一枚钉子上 恭游人欣赏 他再不担心被杀 但他一想到那多情 忠诚 多才的朋友下落 就会望着那破碎的空网发呆 冬天结束了 鼠色朦胧中 老羊对微博说 我听见了青蛙叫 他走开时 微博看见有一匹才生下几小时的小羊跟着 母鹅又悠闲地孵蛋 谭波顿则一天来访微博三次 微博遵守诺言 让他先吃 老鼠长得很大 像只山坡鼠 夏洛的旧网的最后一丝 以随风飘走 清晨 微博吃完早餐 看着他的宝贝子囊 忽然 有东西在移动 他定精细看 一只针头大小的小蜘蛛从囊中爬了出来 接着又有两只 八只 夏洛的孩子终于出事了 微博欢跳着 哈罗 孩子们 第一只蜘蛛也说了声 哈罗 声音系的微博听不见 不久 小蜘蛛都尝到绿豆大了 在一个早晨 查克曼先生把北门打开 一股暖流吹进地窖 蜘蛛们头朝下把尾部的私囊朝向空中 放出油丝形成气球 飘了起来 我们都是飞行家 趁暖气上升到各处去之网 再见 小蜘蛛向微博致敬后消失了 微博违背夏洛的孩子们一气而悲哀 忽然 他听到夏洛之网的门框上有三个细小的声音 我们三个留在这里 我们喜欢你 微博又惊又喜 对你们 夏洛的儿女们 我愿意永远地贡献我的忠实友谊 三个小蜘蛛也同声说 我们也一样 日子一天天过去 微博从不缺少朋友 分不在岸时来仓房 他正在长大 避免做孩子气的事 可是夏洛的孩子 年复一年住在门框上 常有人来看望微博 微博呢 觉得地窖是最适宜居住的地方 他常想起夏洛 没有一个朋友能代替夏洛在他心中的地位 感谢观看